民宅红色瓷砖整片向下倾斜剝落 没有断裂完全的被钢筋拉扯着 还悬挂在半空中摇摇欲坠 随时都可能再往下砸 基隆都进入这栋民宅四楼女儿墙 甚至是阳台也都残破不堪 全都掉落在三楼阳台区域 原来就是在墙台宣兰诺过境后发生断裂 那天半夜其实真的是很危险 一大片就是掉还好 它是往内掉 没有掉出来的话 这边进出了人 这个地点正好是我们信律旅 跟这个礼礼的交接处 这个通道经常有行人骑车 在这边警告 随时我想应该危险要马上排除 屋主常年住在国外 屋林约四十年 却多年没有修缮 台风过境后就残破不堪 居民也都担心再有台风或地震 会危及民众安全 索性联系上屋主后 并请亲友代为处理修缮 特别新闻 留心会王兴唐草日人基隆采访不到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